帶來掌握的是前桃園市長這晚餐 在稍早已經坐上求車到了看守所了 而這次雖然開庭時間蠻長的四個多小時 但是也是當庭被採定收押禁限 而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也算是晚餐的時間點 我們在稍早已經掌握到他 今天晚餐便當要吃什麼菜 也就是包括滷雞吃涼拌豆干 還有炒通心菜之外 還有清蒸排骨湯 也就是說這次雖然開庭的時間蠻長 但是至少他是在晚餐時間 可以吃到他熱騰騰的便當 而這次他到底可以壓多久 以這樣的目前的規範來看的話 他至少是可以壓兩個月 而且最多可以延壓一次 也就是最常可以延壓到四個月 這次傳出他有可能是住在私人房 而這次他被收押的理由 其實主要也是因為他涉貪案件 其實七年以上的洞罪 而且有可能涉嫌重大 再來就是他有可能會有串面指的問題 因為之前也有特別提到說 他雖然已經卸任這個 桃園市長一直大概一年半左右 但是他跟鎮商之間的關係 還是非常的好的 而且一次在七月五號左右 當他就已經有知道一色有豐盛的時候 他就有跟自己的秘書來聯繫 那麼有可能就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就已經掌握了檢方這邊的 一些相關的方向 也因此這一次的 包括七月六號第一次開庭 七月九號第二次的鎮停 到第三次他都有可能 有已經掌握相關線索 有可能都已經知道了方向 不過沒有想到 在第三次他以為可以重獲自由之聲 但是還是被裁定羈押了 那麼後續我們將持續為您掌握 他的最新進度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